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支应该是最便宜的一支活塞钢笔永生3008 网上有很多的一个拆解视频了这个 那我就我自己应该就是 好吧我自己应该不拆了 除非是说像山文汤那种我们好拆或者白丽精这种的 或者万宝龙有工具就除非是好拆吧 如果是说直接硬拔了硬拔的那种我应该就不拆了 好还是一样的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笔的一个尺寸先 那首先活塞钢笔通常都会比一个细末器的一个比较粗一点 那能看到的是首先它的一个粗细 嗯跟白丽精的比应该应该是差不多了 只是这应该差会细一点点 但是视觉上能看到细一点点到摸起来应该不是特别明显 那能看到的是笔的一个长度的话 很看见的就是应该或者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拿了这个的一个尺寸 直接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笔尖大小 应该是直接拿了这个笔的一个白丽精的一个尺寸 我觉得它会是 好那还是一样的我们把笔给放一下先 ok 好那能看到的就是首先笔尖的有点意外的偏小了 毕竟这个粗细我认为就是不同粗细的笔 它应该要有一个对应的笔尖大小 像贵的笔的话它这个做的是非常协调 但这里的话用了一个这么小的尖就觉得啊 有点小气个人觉得盖上去的时候就是会比较明显 你看就这么大的一个笔夹 然后就一个这么这么大的空间 然后小小的笔尖 笔尖上我看一下那就跟平常的78G的一个笔尖 一个大小是差不多差不多了 写乐的这个14K尖它是比较宽一点点的 就是它这里的一个握口的一个位置 其实初期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这个就是更张开一点 那像万宝龙或者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它其实笔尖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大 但是它这个笔整个笔尖的话粘的会比较开 有点像翅膀那样子展开 百利金的话就不一样了 它是包住一个笔尖的 所以说它真的是笔尖有多大笔尖就有多大 那这个就跟它一个就是一开始的一个呃 原型设计有关了 那呃张开一点点的其实不代表说它一个出 呃怎么讲有一个缺点吧 呃它出墨上面来讲的话因为接触面比较少 好因为张开了嘛 但其实很多地方没碰到笔尖 那导致它一个接触面给人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一个大 好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笔尖了 那么重量是这样子 因为我一开始有做过一个 就14k鸡尾到百利金上面的 那只触摸的话其实不是很大 因为接触面比较小 好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整笔23.8比想象中要重一点点 那这只一个上目量也是非常的恐怖啊 然后呃 哪玩笔帽的话一个重量是13克左右 相对来讲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龙呃 龙龙量但是配了一个小的笔尖 个人觉得有点不是很协调 但是 笔尖笔尖上面个人还是喜欢说比较贴合的就是多大的尖就配多大的笔尖了 就最好不要说是嗯像哪一种啊像这类的 你看我笔尖这么大 但其实你看到这里两边粘的比较开 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还是喜欢就这里能看到吗 你看它是我一边完全贴的 但其实说明他们笔尖大小你可以当做是一样的 粘开了可能会比较美一点 但是个人觉得实用性不是特别的大 好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整笔尺寸啊可以 好比整笔啊先看一下这个吧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整笔尺寸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拔盖了以后是一百三十一点一二 然后一样的会按照我笔尖的最高位 然后来量这个的尺寸 尺寸的话应该是十一点一二 那个人应该怎么说没什么疑问的话 对看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笔尖出戏 十一点十一以上的基本上十一到十二点五以下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尺寸了 再小一点除非你比特别轻不让个人真的不是特别的有爱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整笔尺寸一百四十五点一三的这样子一个尺寸 那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中型笔的一个尺寸了 已经就完完全全妥妥的中型笔了 就是这个没什么好去质疑的 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笔尖最后再来看它这个笔的一个笔感的细节吧 笔的话首先是这里这些的一些我觉得应该人看的都不多了 这里透明的通透感有人爱有人不爱 笔尖的话也是跟3001那个应该是一样的了 统一笔尖嘛那省成本换一下杆 然后笔尖等等笔尖都一样 但是这个之前做了一个78G的那个就对比有有说过它这个收缩率控制的不是特别的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OK 来这是一个正面的 看起来中缝是偏细的夹得非常的紧的 触摸应该不会很大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那也是前面有点写面相对来讲也是偏向于写中文的一支笔 再下来了一个这一个部分的话呢 透明的话新笔看到这个地方非常干净完全没有黑黑的 就给了一种非常强的一个什么疗愈感 好然后这个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笔尖 好开始放到有点不放到开始手机上述有限了啊 好那这个边上哪能看到非常大的一个一粒 再回来前面的这样子一个中缝啊 那你看到中缝没有一点点缝的痕迹能看到了 那基本上就属于哎 基本上就属于说啊呃呃呃呃看一下呃对 你看他到中间缺那边还是有点凤能看到 但正面前到那边就没有了 品控的话真的是就这个价格有点品控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正常的了这个 嗯估计应该是比较细 但是这个东西的收缩率真的是没有办法能看得出来 好3008的话首先是这样子他会比其他的一个78G的一个接见系列的话出很多 比肩那是一样的那基本上这几支笔都是看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 那这个地方我没我我觉得他应该是塑料的他不用金属 如果用金属的话那应该会再重一点点我就很觉得 咦 这个设计不错你看 哇可以可以 哦一最大亮点应该就这个了整支笔 领回去啊都有一点小卡那有好有不好那就是他这个有点像一个防呆的设计 个人觉得挺不错的非常有机械感的一支笔 在这样子一个3008这样子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位的话能看到这样子一支笔实属难得 但这里这些比如但缺点当然明显你看到我们能看到这样子的一根呃开摩线然后呢又能看到这个你看这个的一个叫什么就是应该是硅油的那个痕迹吧应该亲密性的问题了所以才要上这个 咦啊对你看这个但这个声音啊非常疗愈不知道对纱目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真不知道了然后呢这里的话就是但是他的好处真的是就新手来讲非常友好的一支笔笔哥的话哎终于不是那个肩标了非常的开心 然后内侧反正就是比较基本上的冲压出来 你看里面的都是投空进去的 那基本上这个没办法避免了 但比较的话不是建标 个人觉得只要不是建标的 都认为是一种创新的表现 再下来比顶的话和比尾有点缺少一些呼应 然后这边弄了一个圆圆的这样子半圆的一个比环的话 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再下来比尾这个也是无可避免的这样子一个 工艺上的一个问题了 这里我个人觉得还是说换回去透明的会比较好 就整支笔看起来比较简练一点 也有可能是说他不太想说让别人看到他的一个结构 这也是有一个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样子我更愿意说你换成金色的 或者换成真的是一个跟直接就是要么就是跟这个金色一样 这里金色那这个是一个奇怪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外观上面一个败笔 笔的话就是国产笔好像很多时候都有这样子一个问题 应该是他的公差值的问题 你看这里 就这些地方的话正常好一点的笔笔是很少看到这样子一个问题的 好 然后我们再下来的话就是看一下他一个笔帽笔帽的话上面写了一个3001 有点小鞋纹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小鞋纹 哪能看到一些鞋纹 然后国产笔的话基本上都很差 难道不可以 就这里都会有一个密封圈就国产笔很多时候它是依赖一个密封圈 然后去做一个密封性的 像前面做两只那个78句对比也是这样子 但那个我就没有讲了 因为价格在那边有些地方的话就是没必要讲 我认为就不要讲了 嗯对有些东西对比太多也不是好事 然后再下来就是前面的这块的话是一个六角形的一个 呃怎么说一个呃开口吧 不能叫开口一个嗯就里面这里是六角形的一个就是有点反光 看起来质量比较好 但这里是银色的应该是一根螺丝吧 啊果然是就是呃这个也能接受了 他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不做螺纹了 那这个只有厂家知道了 我是肯定不知道了 整笔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呃这里还有个永生 呃整笔上面来讲的话 个人觉得就是呃也还ok价格上面摆在那 那不会说他有什么缺点 毕竟你价格在这里了 那基本上呃个人认为都是一种好笔啊 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这里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拿来顶着这个活塞的 我个人认为那再下来的透明一个笔蛇 嗯国产笔很喜欢放透明透明笔蛇 这个必须要点赞 但是是不是真的必要了 我就这个就嗯等就真的看一个观众或者一个使用者的一个反馈了 因为个人觉得透明的笔蛇真的没有太大作用 美感上面也没有很大的帮助 还不如黑色的像整根 如果你即使透明给我 我全上黑幕 还是没有差别 而且透明的笔蛇成本上面来讲 肯定也是比一般的黑色笔蛇更高一点 那像如果是说人把这个换成黑色 这个成本转到这边 换成一个黑色的一个塑料夹 或者塑料的套筒 那我个人认为这支笔会好看很多 好那整支笔的一个大概一个的外观就这样子了 我们去上下墨来看一下 好上墨的也是一样 就是我平常的邪恶瓶 因为它口径很大 我个人喜欢口径大一点的笔 啊不墨水瓶 哇这声音 我试一下上满吧 干脆这个 既然有这个声音 我觉得非常棒 当时也是一样 你看我整个笔 笔就笔窝都抛进去了 然后才能上墨上的比较好 哇这上墨量真的很大 哎可以可以 这基本上就满满的一个上墨量了 然后就很不错很不错 OK 我拿一下指尖擦一下这个墨 可以可以 好我去拿一下那个 呃本子过来 好那个回来了 那就赶紧设写一下黑暗的 我真的是一页子可以拼好几页 就可以写好几字笔这个评测啊 过度节俭了 人家都很干净的纸 好 好那书写完以后吧 那整支笔 个人觉得一样 看用没有问题 用起来都OK 但是问题就是说还是一样 那前面是刚刚做那三级的评测 那能看到就说三支笔的触摸量都不太一样 但是呃如果有细心看视频的呃观众的话都知道就这个尖和笔舌它应该是通用的 那应该是这个的呃出摸量就是没有它的模具就笔舌模具收缩率没有控制好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这个的笔尖出息反而相对来讲看起来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啊笔尖没有对笔尖出息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应该关键问题还是在笔舌上面 应该关键问题还是在笔舌上面用的话你不对比没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就是呃就是这个地方有点就是恰恰能益 但是整笔的话都挺OK的 反正用起来也个人也是挺喜欢的一支笔 特别有前面的一个上墨这个呃那个就是卡榫吧 那个听起来的声音真的是很很很到位很就是好像出到你一个心灵的一个装置那种感觉 嗯 但其他的话就大概就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 或者就是如果有什么我漏讲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那有问题也可以下面留言给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刘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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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